基隆市八堵车站附近的机车停车阁 每天上班的时候一位难求 有名状一次找不到车位 把车辆围停在红线或是计程车招呼站 没想到轮胎被人用刀片给刺破 附近机车行也指出 最近有好几台机车都遭遇了这种情形 而且轮胎是从旁边被刺破 不能补只能换新轮胎 警方现在沿途调阅监视器要介入调查 车子排班回来的时候停不到位置很危险 小黄司机有够无奈 因为八堵火车站前的计程车招呼站 总是被机车骑士围停 不过即使知道违法 机车骑士也有话要说 没想到车位问题还没解决 还出现了轮胎被人刺破的纠纷 民众气得PO文抱怨 日前他车停在计程车排班阁 轮胎疑似被人用刀片刺破 害他发动机车时差点摔倒 虽然自己不对在先 但违规可以请警察来开单 没必要破坏车子骇人 拿去车行维修时 老板更说已经有好几台车遭殃 我昨天晚上就遇到两台了 他看到旁边他的气候 刀片割的啦 如果旁边的话就是可以的 那你中间就不一定啊 中间有时候你自己压到钉子 车行老板判断人为的可能性较大 而且轮胎从侧面被刺破 也不能补 整个换星至少要花一千元 警方获报后 目前正积极介入调查 只是轮胎被刺破 恐怕酿成意外 民众现在停哪都不放心 希望能早日揪出凶手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